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我们今天讲新闻之前 还要特别跟大家提一下 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 那么这位朋友的发音应该是褒咽吧 先讲很奇怪 你的留言呢 讲的是我是一个忘记了生我养我土地的人 我在你的留言底下给你回应了 但是我现在很奇怪 我突然发现你的留言和我的回应 还有另外一些听众朋友的回应 通通都在我们的留言当中消失了 这就是可能大家经常提到的 为什么有些留言留了看不到呢 我也不知道 因为最起码我给你留的段话呢 我很明确 无论是你说的还是其他朋友说的 还是我说的都没有什么脏话 都没有什么人身攻击 那我在这里呢 不妨分享一下你的留言 也分享一下我的回应 你说我是一个忘记了生我养我土地的人 我不知道哪块土地生了我 哪块土地养了我 我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 党养育了你 国家培养了你 当时我就很奇怪 养育我的不是我的父母吗 我看到我的父母每天辛苦的工作 挣一份十分微薄的薪水来养活我们一家人 我觉得生我养我的是我的父母 不是哪一块土地 也不是哪一个党 也不是哪一个国家 所以我不知道你应该有父母吧 你回想一下你父母当初养你 我想他们也付出非常大的辛劳吧 你的出生和成长 我真是不知道跟哪一块土地 跟哪一个党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呢你不理解我忘记了生我养我的土地 我也实在不理解到底是哪块土地 哪个党养育了你 好了回应完听众的留言 我们今天把话题回到我们关注的新闻上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的行程结束了 无论你说是访问还是过境 这个行程确实在台美之间 在中美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么最近呢有些媒体预测说 这两天台海将会地动山摇 所谓的地动山摇就是中国为了对蔡英文访问美国 做出一个报复 很可能会采取比以往更加激烈的一些军事行动 来对台独所谓的进行惩罚 那么到底会不会出现这个地动山摇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次蔡英文整个行程 我们来个综合的来评价一下 这个行程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个人对蔡英文这次在美国的访问 我在节目里面讲过了就是台美一再突破了红线 一再踩了中国大陆的红线 应该直白的说台美关系到达了一个 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的一个新的高度 确实蔡英文这次来美国访问 没有见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内阁官员 但是呢跟国会议员的见面 这种见面是十分广泛的 并且有实质性的会谈 难道这种见面就不会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吗 我觉得明显会 我们先来看一众的美国国会的众议员 参议员见蔡英文的时候 都提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这里面包括了麦卡锡 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要加紧积极的 更加主动的向台湾提供武器 讲到向台湾提供武器 中国大陆的媒体每每讲到这个话题 都会释放这样一种信息 美国为什么要向台湾卖武器呢 是因为美国的武器库里边 积累了太多的破铜烂铁 所以呢 拿这些武器去骗中华民国政府 那么把这些破铜烂铁卖给中华民国 然后呢把中华民国的财政给榨干 这种说法既荒唐又幼稚 我想如果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 是破铜烂铁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就不需要担心 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产生什么后果 也不需要每一次 当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的时候 就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 也不会有里根当初访问中国的时候 签署的第三个联合公报 因为第三个联合公报明确规定 美国逐年减少售卖武器给台湾 直到完全停止 到现在美国售卖武器给台湾 不但没有停止 并且呢 随着台海局势的升级 卖给台湾的武器越来越多 并且先进性越来越高 那么虽可见呢 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 并不是什么破铜烂铁 这些武器会对中国想发动武统战争 带来一个阻吓的作用 这次讲到售卖武器 除了麦卡锡说 我们要更加积极的 向台湾售卖武器之外呢 美国政府也做出了 十分明确的表态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巴特尔说 他说关于这个 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事情呢 美国政府正在积极的审查政策和程序 那么以确保呢 尽快可以交付武器 那么讲到这次 如果美国政府要向台湾提供武器的话 会提供什么呢 根据美国国会众议院 应对中国共产党竞争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说 他说美国正在想办法 这是美国的立法机构跟行政机构 就是国会跟白宫正在想办法 把原来沙特订购的鱼叉飞弹提供给台湾 讲到这个话题就有意思了 我们知道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跟沙特签订了一张巨额的军火订单 那么这个订单当中呢 包括了很多武器 其中就有这个鱼叉飞弹 而拜登上台之后呢 美国跟沙特的关系急转直下 现在沙特已经跟中国成为了更加友好的国家 甚至呢在某种程度上 比如说在这个打破美元的垄断这个事情上呢 跟中国结成了同盟 要用人民币在这个贸易当中做结算货币 所以美国现在对沙特提供的武器呢 肯定是大大减少了 那么原来沙特所定制的武器 有什么去处呢 毕竟当时签了合同之后 美国的军火供应商就开始生产武器了 好了 现在加拉格尔告诉我们说 准备提供给沙特的武器 现在美国国会跟美国政府 正在想办法把它转移给台湾 那么这个鱼叉飞弹是破铜烂铁吗 如果你想知道鱼叉飞弹 是一种什么武器的话 其实很简单 大家不妨上网去看一下 网上有很多资料 如果再不行呢 你回顾一下鱼叉飞弹 在俄乌战争当中 对黑海舰队 对俄罗斯黑海舰队 所形成的打击和威胁 那么大家知道 鱼叉飞弹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如果美国国会跟美国政府 真是把这个原来要卖给沙特的 一些先进武器 转移给台湾的话 那么这对中国来说 一定是个巨大的事迹 除了出售武器之外呢 这次在蔡英文跟一些国会议员会谈的时候 无论是蔡英文 还是这些国会议员 都提到了21世纪经济倡议 我们之前讲过了 美台的21世纪经济倡议 正在密罗紧固的商谈当中 那么据说呢 在两个项目上 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但是这个21世纪的经济倡议 并不是美台贸易关系的全部 蔡英文这次在南加州的桥院上 特别讲到 这个21世纪美台经济倡议 最终是要推动美台的这个自贸协定 我们之前看到台湾跟美国的 这个经贸来往越来越密切 那么军事合作越来越密切 再加上尖端科技 比如说这个高科技晶片的 这个合作越来越密切 而在国际战略上呢 台湾跟美国的步伐也越来越一致 那么如果诸多的这种层面的关系 都密切的话 美国和台湾之间表面的外交关系 还会有多重要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这次蔡英文访问美国有很多方面的突破 美台关系自断交之后呢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并且呢 很明显美台关系的这个密切程度 还在发展当中 这次蔡英文结束美国访问之后呢 我看到很多媒体 主要是一些主流的英文媒体报道说 蔡英文在见麦卡锡之后 双方在这个见记者的时候 包括麦卡锡的言论呢 都尽量保持低调 蔡英文也是尽量保持低调 不想过度的刺激中国大陆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蔡英文在跟一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 见面的时候 所谈到的一些话题 无论是出售武器 还是美台之间的21世纪经济倡议 还是未来的美台的自贸协定 等等这些美台之间实质关系的发展啊 我实在不知道这种是一种什么样的低调 如果把这个出售武器作为双方商谈的一个话题 如果美国国会议员讲完 美国政府的官员马上表态 会加紧审查一下向台湾出售的武器 看如何能把一些先进的武器尽快售卖给台湾 加紧售卖武器给台湾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要阻吓中国有可能发动的武统战争 如果这都算低调的话 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才算高调了 我们看美国国会议员在见蔡英文同时啊 还针对中国大陆试图阻止 美国国会议员见蔡英文的相关言论 比如说有美国国会议员 公布了中国外交人员 给美国国会议员的一些信件 这个信件的内容当然就是 要阻止蔡英文跟这些国会议员见面 当中的用词你说劝说也好 恐吓也好 反正美国这些国会议员 认为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对他们发出的恐吓 但是这些议员公布这些信件 想表达一个态度就是 我们不怕中国政府的恐吓 我们依然会跟蔡英文见面 包括麦卡锡 麦卡锡直接在这个里根图书馆 见完蔡英文之后 他向记者说 他说他不是休斯顿火箭队的经理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知道美国的很多行业 包括一些体育行业 一些大联盟的比赛 都对中国市场这个随闲三尺 都想拿中国市场这个蛋糕 那么为了拿到中国市场这个蛋糕呢 所以必须要向中国政府扶手贴耳 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了 西方很多企业 包括美国的这些大联盟的比赛 为了拿到中国市场 都要按照中国政府的脸色来行事 比如说不能辱华 不能支持台湾 我记得好像是休斯顿火箭队的经理 曾经发表过一些什么言论 然后呢 在美国的NBA大联盟当中 受到了群起而攻之 包括现在胡人队 著名的球星LeBron James 也对他提出了猛烈的批评 这些美国的NBA球员 真有这么爱中国吗 他们爱的是中国人的钱 无非就是这个休斯顿队的经理 讲了一些话 令这些球员少赚了中国人的钱 所以最后NBA还是向中国的市场低头了 而中国呢 也相当长一段时间 没有转播NBA的比赛 后来双方都恢复了这个互利的交易 而麦卡锡在记者会上特别说 我不是休斯顿火箭队的经理 说的就是中国对麦卡锡的一些强硬的言论 对于麦卡锡来说毫无作用 麦卡锡再三强调 我去不去台湾不是中国政府能够决定的 当然麦卡锡也说了 这是在南加州跟蔡英文见完面 不代表他不去访问台湾 那么似乎我看到媒体也提到说 麦卡锡如果下次访问台湾的话呢 他会以个人身份 其实我们说这些国会议员 在哪里以什么样的身份 跟中华民国的总统 或者跟其他的政府高级官员见面 这里边关键要看的是 这种见面为台美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国会议员 讲到跟台湾的交往 讲到中国对美国跟台湾交往的态度 讲到自己如何看待中国政府 这些抗议或者威胁 你觉得这些国会议员发言 真是那么低调吗 他们真的是很怕激怒中国政府吗 我实在看不到这种因素 那么既然我们认为 美国国会的议员跟蔡英文见面的言论 如此的高调 见面会谈的内容如此的实质 那么接下来台海到底会不会 因为中国的报复而地动山摇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情文 上节我们说蔡英文结束了 在美国的访问 这次访问令到美台关系 在断交之后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中国大陆政府会不会 因为这个新的高度对台湾展开猛烈的报复呢 因为有媒体说这两天台湾地区 台湾海峡地区很可能会地动山摇 我个人认为不会 为什么我认为不会呢 首先我们看到目前为止 中国对蔡英文的出访 更多的是在舆论上 对蔡英文在美国跟这些国会议员的见面 提出了强烈的谴责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在美国生活的亲中的 这个侨民在现场举一些牌子啊 什么台独死路一条啊等等 而中国大陆呢 也大面积报道了这些相关的内容 如果说过去因为呃 佩洛西访问台湾 而中国对台湾实施了这个封锁 甚至举行了很多场军事演习的话 那么这次我认为 麦卡西在美国跟蔡英文见面 应该说比蔡英文在台湾 跟这个佩洛西见面 这个性质更加严重 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中国采取的相关的措施呢 就是海军以及海巡的这个联合巡防巡逻 呃 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说 出动了这个海巡船 准备对这个两岸小三通的一些船只进行检查 这个检查起到的效果 除了会影响小三通的一些航班之外 我不知道对台湾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威胁 最起码我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所谓的巡防巡逻啊 呃在军事上对台湾的威胁 跟上一次佩洛西访问台湾相比啊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当然有人说 你没看到三通号已经穿过了巴士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吗 西太平洋无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海域 但是之前我没讲过了 三通号如果穿过巴士海峡 好像他并不是主要威胁的目标是台湾 他主要针对的目标似乎是美军 那么如果说三通号出巴士海峡到西太平洋 目标是针对美军的话 那么这并不形成像过去以往一样 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包围或者威胁 更不要说上次除了这个军事演习之外 还发射了越过台湾上空的导弹 当然这个越过上空是在这个一定的高度 不形成对台湾领空的侵犯 那么这次这个三通号出巴士海峡到西太平洋 如果是针对美军的话 那么会不会对台湾形成威胁呢 我看到有些媒体报道说 在台海附近已经有四艘美国的航母在待命 我查了一下 我没有办法证实有美军公布的确实的信息 说在那个附近海域有四个美国的航母舰队 但是呢有一个航母舰队这是肯定的 因为美国本身就在西太平洋 一般会有保持一到两个航母舰队 哪怕是有一个美军的航母舰队的话 三东号会对美军形成威胁吗 如果你知道三东号的技术水平 跟美军航母舰队的技术水平之间的落差 我想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从客观上来说 三东号航母舰队 对美国第七舰队的任何一个航母舰队 不会形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呢 这个三东号出了巴士海峡到了西太平洋 我也不觉得这对台湾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威胁 我说这两天台海地区不会地动山摇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值得关注 就是另外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刚刚到达了台湾 准备在台湾展开访问 谁带领这个代表团呢 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蔡英文这次在洛杉矶举行桥宴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参加这个桥宴的美国国会议员的名单 总共有共和民主两党的五位国会议员参加了蔡英文举办的这个桥宴 而这个桥宴的这个国会议员名单上少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Yang Kim 中文把它称之为金颖玉 他是一个含义的美国人 是美国国会的众议员 为什么他我们特别提呢 因为他在之前提了一个在众议院的一个法案 就是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 之前我们讲过了415票赞同0票反对 所以说这个Yang Kim这个国会议员 他除了在国会刚刚提了这个议案之外 他在南加州跟很多台湾的桥团关系非常密切 按道理说蔡英文如果在洛杉矶举行桥宴的话 Yang Kim应该会参加 但是在名单上为什么没有他呢 我现在明白了 原来Yang Kim跟着麦卡尔已经在台湾了 蔡英文会在台湾会见麦卡尔所率领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代表团的访问 现在美国国会议员到台湾访问 真是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了 美国国会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些国会议员到台湾访问 这次由麦卡尔率领的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访问团 有点奇怪 奇怪在哪里呢 奇怪地方不是他到台湾访问 而是中国大陆的媒体官方媒体 对美国国会的代表团访问 全部保持了沉默 我翻了一下 基本上没有看到一字一句的报道 这两天中国媒体在讲到国际关系的这方面 通篇报道都是马克龙还有冯布莱恩在中国的访问 那这里顺便也说一下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说这是马克龙到中国访问 受到了超高规格的领域 习近平破天荒的陪同他到广州 那么有些朋友在留言当中说之前发生过 还列举了在西安好像是习近平见了莫迪吧 还有在武汉见了谁谁谁 我们知道在中国北京以外的城市会见一个外国的领导人 不代表习近平陪同他到那里访问 因为形成安排的问题啊 或者之前我们看的最多是在这个新冠肺炎流行时期啊 很多外国领导人或者重要官员到中国的访问都没有安排在北京 所以习近平如果真是在西安见了莫迪不代表他陪同莫迪到西安访问 这次习近平呢是在北京先见了马克龙进行了会谈 然后陪马克龙到广州在广州再举行一个私人舞宴 广州好像应该我记得应该快搞这个交易会了吧 我不知道习近平陪马克龙到广州是不是跟这个交易会有关 可见呢习近平对马克龙访问的这个重视 以及对中欧之间发展贸易来往的重视 这次马克龙访问中国中国媒体报道说 双方签订了购买一百多架空中巴士这个合约 那么看起来好像是中国跟欧洲的这个贸易来往啊 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其实你如果有平时注意新闻的话 并不见得中欧之间的贸易回暖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中国动辄买一两百架空中巴士或者波音呢 也不是说绝无仅有的事情 我记得前不久中国还买了一大批波音飞机 其实这是因为中国的民用航空业自己营运发展的需要 毕竟隔一段时间各大航空公司要补充一批新飞机 这本来就是个需求 所以说这次马克龙到中国签订了这个购买空中巴士的这个订单 它确实是中欧之间的一个贸易的订单 但是并不代表中欧之间在这方面有什么突破 我们也看到马克龙和冯布莱恩这是在中国强调的是什么呢 中国要说服俄罗斯要恢复到理智 什么叫中国说服俄罗斯恢复理智呢 当然是俄罗斯结束战争撤出乌克兰的备战领土 但是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 马上做出了反应 佩斯科夫说什么呢 他说感谢中国对和平所做出的良好的这个愿望和努力 但是呢目前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不存在任何和平谈判的基础 特别军事行动一定要进行下去 佩斯科夫这样说并不是他想说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有多么重要 而佩斯科夫的目的就是要断掉这些欧洲国家 想让中国说服俄罗斯撤兵这样的幻想 中国驻欧盟的大使傅冲我们昨天讲过了 他说中俄关系无上限只是一个羞耻而已 有听众朋友问什么叫羞耻 羞耻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俄关系无上限在中国来说说说而已 不要太认真 不代表中国一定会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不代表中国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如果复充这个说法是真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说说而已 这个羞耻而已 中国在外交政策上一定要得罪一头 要么就得罪欧盟 要么就得罪俄罗斯 所以说中国现在在俄乌战争当中 我一直说陷入了两难 这就是我们看到马克龙在中国访问 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一些信息 当然马克龙跟习近平在广州的私人晚宴之后 有没有新的信息发布呢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关注 虽然说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都在密集的报道 马克龙对中国的访问 对于欧洲来说有多么重要 对于欧洲来说有多么热切盼望跟中国贸易 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算里的代表团访问台湾呢 中国的媒体为什么没有报道呢 很明显中国政府不想在这个时候 在台海关系上让双方的对立和冲突升温 不想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立冲突升温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政府啊 似乎看到了一个真相 就是中国大陆政府对台湾做什么 并不能够改变台海的大局 关键在美中关系 所以要解决台海问题 首先美国要被中国打败 这样中国才能有条件解决台海问题 那么所以接下来呢 我觉得台海地区不会地动山摇 而美中之间的这个冲突和对立呢 将会更加激烈 美中之间从目前这个发展的态势来说 双方不决个胜负 恐怕很难解决两国的矛盾 所以这次蔡英文访问美国呢 我觉得首先是美台关系 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指的是在这个美台断交之后 那么接下来呢 美中之间的冲突呢 恐怕也会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为中国现在明白了 要解决台湾问题 首先要解决美中之间的问题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